好 但你來看到是亞太金河會在曼谷的最新現場 稍早我國的代表iPad特使張仲某已經抵達了下榻的飯店 是接受僑胞們熱烈的歡迎 獻花還有合照 而他也談到的是說過去他也曾經多次來過曼谷 以及他很關心在這裡發展的台商們的狀況 不過外界更加關注的是呢 他這趟的出訪呢 這趟參加iPad會議 是否會藉此跟這個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有機會見面 來談談台美的雙邊經貿合作 你要怎麼說 這次跟賀錦麗有沒有談到見面 還沒有見面 有預計嗎 賀錦麗 是會見面 他沒有見面 不可以來答問題 我剛剛才到 我剛剛才到 我們剛剛才到 可以看到呢 這是張仲某的夫人張淑芬 似乎是有點說溜嘴了 他是說被問到呢 是否跟賀錦麗見面時 他是說還沒見 那是不是表示這個還沒見是指說有安排要見面 只是還沒登場呢 但之後也沒有否認 也沒有承認 所以看來其實 因為過去張仲某過去就曾經藉著iPad跟美國的副總統 有過雙邊會談 所以這並不是有就破例 所以這次是值得外界關注是否跟賀錦麗再來有這個見面部分 還有推動台美之間的經貿合作 另外呢 就是張仲某今天晚上呢 除了參加這個就是我們的駐泰代表處主辦的這個歡迎晚宴之外呢 也會參加是由泰國主辦方舉辦的領袖的歡迎晚宴 屆時呢 各國的領袖代表們都會出席 那是否跟習近平會有遇到來打聲招呼各界也很關注 以上 最新主播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